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心里欢拉的欢拉 上期节目里 最野小勇士们要完成的任务是 把两只大熊猫 从雅安避风峡基地 送到渡江宴 青城山基地 两队分别做了转移方案 这是一个比赛哦 方案更出色的一队 才有机会与熊猫同行 最后哪队胜出了呢 是萧恩队 没错 所以乐园队负责打前战 先探探路 乐园队表现的也非常好呢 欢拉 如果让你在两队里 各选一名表现最好的队员 你怎么选 这个好难呀 能不能都选呀 每队只能选一个人 霍营长准备了奖励的 一共只能两个人 那还需看看最野小勇士们 是如何选择的吧 可以出发了 我们快点啊 小猫往这甩 三二一 姐 太可爱了 熊猫会冰车吗 我们计划在这种事 我做 接下来我们两只熊猫 要进到他们的新家去 今天呢 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 每个队需要选出一名 你们认为在今天整个的国宝转运计划当中 表现最出色的一位队员 每个人只能投一票 两票吗 一票 只有一票 认为服务员表现最出色的 请举手 好 服务员有一票 认为乐言表现最出色的 请举手 三票 认为骨会冰表现最出色的 请举手 没票了 咱俩都没票了 对 那乐言为什么投给服务员 他年龄挺 看着感觉跟我们差不多大 其实年龄蛮小的 才八岁嘛 作为一个八岁的这个 就是同学 做成这样很不错的 很厉害了 服务员 你为什么投乐言 我们发言的时候 就是他自己提出来 他想 说那些 然后没人能 第一个比他更快的说 我想发言的 开车的时候 他虽然 不舒服 但是他也 就是继续工作 我就是觉得 乐言 在车上 就是尽到了自己 作为一个队长的 一个责任 好 那接下来 肖恩队 认为小胡辉 表现最出色的 请举手 好 认为笑笑 表现最出色的 请举手 好 一票 认为 士尧表现最出色的 请举手 记得球球掉了 没有 认为肖恩表现最出色的 请举手 笑笑你这一票 最终投给谁 你这一票很关键 三 二 一 好 那 现在小灰灰 一共是得到了两票 笑笑你为什么投给小灰灰 我觉得他很乖 我投给小灰灰 虽然他没有帮什么忙 但是他最终没有帮到 就是比以前有进步 是不是 对 那 施瑶 你这一票投给肖恩 为什么 因为他是干的最多 作为队长 肖恩事情干的最多 好 乐园队选的是乐园 肖恩队选的是小灰灰 得票最多的这两位队员 一会儿将会有一个特殊的奖励 送给你们 可以猜测一下 是什么呢 大熊猫的公仔 连对应该是摸大熊猫 摸大熊猫 好 现在我来宣布一下 你们得到的奖励是什么呢 跟大熊猫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开不开心 开心 谢谢 世界那么大 现在就出发 一天的任务 从学习到梳理 从方案到执行 两队即使比拼 更有合作 大家体会了胜败的悲喜 更见证了团结的力量 孩子们的收获 绝不仅是给国宝搬家的非凡经历 更是用行动学会了 什么叫齐心合力 我们是大自然的孩子呀 不是没有用的花 我们是风雨中的夜娃娃 要学会勇敢长大 我们是最勇敢的孩子呀 不要不看着妈妈 不能把多奇妙的伙伴呀 我要和他们一起玩 我觉得乐园在这个活动中间 显得是有一些急躁情绪 并且有一些对结果的一个不自信 就是她还是有一点特别在意这种结果 服务员派给你个问题 就是问一下那工作人员 要不要把车上开空调 作为一个队长 如果她能够再更平易近人一些 再更具有亲和力一些 可能能够把这个队伍的 这种集体的智慧 发挥到最大的限制 老师们选择了 肖恩这一队胜出 乐园在那个当下 她特别的难过 我觉得对乐园来讲 这个结果对她是一个特别棒的事情 她受创了我知道 她有挫折我知道 但她学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光有能力是不够的 我需要去看见事情的本质 我要知道轻重缓急是什么 当我在做计划的时候 什么事情是重要的 什么事情是次要的 我觉得这个对乐园来讲 对于一个有能力 有承担 然后有霸气的孩子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堂功课 出现一堂功课 森林是我们的家 要靠大家保护它 我可以实现你的任何愿望 我想变成它 哪里有危险 哪里就有我 超人来了 总之我要拯救地球 拯救地球 好的 罪业小勇士们 出色完成 接下来他们要去的目的地是美丽的新疆 白银布鲁克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罪业小勇士们 要先坐飞机 再坐汽车 一路长途跋� 那里等待着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任务呢 一起去看看吧 完成了国宝转移的任务之后 最夜假期的队员们 从四砖盆地飞越半个中国 直奔天山南路 来到了美丽的新疆 早上九点 他们从库尔勒出发 三百六十多公里的车程 由于路况复杂 限速严格 孩子们乘坐的大客车 整整走了近十个小时 才到达巴音布鲁克 虽然长途奔波 但是一路地道的美食 给孩子们带来了十足的新鲜感 傍晚 大家终于抵达目的地 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最美的草原 最热情的主人 已经在等待他们了 巴音布鲁克人民欢迎您 巴音布鲁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音郭冷蒙古自治州的 合径县境内 巴音布鲁克是蒙古语 以为富饶的泉水 保护区面积十四万八千六百八十九公顷 是典型的高寒草原湿地 这里居住着蒙 汉 维 哈 藏 回等民族 巴音布鲁克师地是国内最大的 大天鹅七夕和繁殖地 我们今天要去的是蒙古族小朋友的家 到他们家里做客 我们要尊重蒙古族朋友的生活习惯 一草一木哪怕是一只牧羊犬 都要尊重他们 好吗 完毕 好 完毕 教大家一句蒙语问好 叫三白诺 就是你好的意思 三白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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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当地的小朋友 早早地就在路口迎接我们了 嘿 三白诺 他们是蒙古族的阿英格 和维吾尔族的穆赫塔尔 看到车队来了 他们催马带路 帅气的样子 真是让最也假期的队员们羡慕得不得了 大家刚见面稍微有点小紧张啊 小尴尬很正常啊 嗨 嗨 嗨 怎么嗨呢 不记得刚才在车上怎么教您的 三白诺 大点声三二一 三白诺 三三 另外两位阿英格介绍一下 我是他哥哥 他是我弟弟 阿英格格格是当地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小伙子 他同时也是巴英布鲁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巡护员 他弟弟 小朋友们你们要从服装上能分清楚啊 这两位是蒙古族的朋友 旁边这两位是维吾尔族的朋友 无礼金吧 喝个茶 哎呀 谢谢您 谢谢 好香啊 闻到奶茶的味道 先喝个茶 蒙古人的利息 来以后后面就吃摩摩 来 先喝茶 你能少倒一点 海财 里面好像都有黑色的奶 你们喜欢吃什么吃什么 给我建议 咱们从第一站开始 一直有一个要求 还记得是什么对吗 不要浪费 吃饭的时候 不要浪费 今天咱们到的是民族朋友的家里边 这个食物你们可能没吃过 所以如果你们比如说喝这么多 我行了可以了 那没问题 这碗是谁的 我的 你还喝吗 我大爱喝 这碗是谁的 这碗是谁的 不喝了 我帮他们来喝了 你给我喝吧 可以啊 你给我玩个人吃的 我 我 这碗是什么东东 是什么东东 猪子 我蒙古人的 吃得怎么样 他吃了好多糖了 吃得饱吗 好 蒙语谢谢怎么说呀 走 走 走 看三个 你们左右看 看见树了吗 没 没什么树 那柴火 柴火从哪来啊 对啊 我知道 好像就是 我知道 牛粪 对 这里是牛粪 对吗 他们说的 对 牛粪 哥哥 为什么要烧牛粪呢 因为牛吃的是草 牛粪吃的是草 这全是干的 没有污染 皇上 那么不离太近了 为什么 一点味道都没有 对了 哥哥 你们是怎么把牛粪 是用手抓起来 还是用棍插起来的 有手抓 有手 干净了 没事 这是草 出味 没味道 就是草 那个就是羊 那边 哥哥 你们家给我多少只羊 四百多 四百多只 一点都没有 谁有洁癖 我有没有 我也没有 这也有洁癖 你看到 这个一点味都没有 这就跟干的草一样 对 现在 同志们 我们到了人家家里边 人家哥哥 弟弟 特别热情的款待了我们 我们要怎么办 回报他们 怎么回报 帮助他们做一些 他们每天要做的事情 放羊 完美 我们能帮您做点什么 放羊 家里活提点水 提点水 放羊 还有吗 我想放羊 我也想放羊 我要下任务了 你们队 帮助安音阁家放羊 耶 另外一队 帮助提水 收拾屋子 整草坪 做家务活 明白了吗 明白 有没有信心 有 加油 那群羊往那边放 往那个 山上干 好 当地的牧民 每天要把羊羊 赶到附近的山坡上去吃草 既不能让羊羊走得太远 走到别人家的牧场 也不能让羊羊老在一个地方不动 吃的太狠 草场很难恢复 还要看着不要跟路过的别人家的羊羊混在一起 放羊可不是个简单活呢 草原上的羊长得都一个呀 怎么才能知道哪只是自己家的呀 滑拉这个问题提的真好 小朋友们注意看 阿英格家的羊身上是不是涂了颜色 蓝色 没错 通过这个蓝色就可以认识自己家的羊了 那邻居家的呢 邻居家会涂成其他颜色 这样就很好区分了 这个办法太好了 嘿嘿 要是我滑拉的羊 就涂成跟我一样的绿色 嘿嘿 那滑拉 你 你有羊吗 嗯 嗯 我没有 嗨 那你高兴什么呢 好了 小朋友们 接着看看放羊小堆的表现吧 你们俩打鞋子哦 服务员 守住 咱们的天天领头羊 就是如果领头羊一走 咱们就看了它 后面那羊你就走了 你看那个头是灰的 是不是领头羊 那个木格塔 你知不知道哪个羊是领头羊那种 不知道 也不是我羊吗 到底往哪边干人啊 那怎么往两边散闹了 大谷 你跟福安在后面 我和杨克林在前面 一落一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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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安静 侧边 侧边 所以羊我回家往家跑 小谷 你把羊往上打 飞机 飞机 他的声音 飞机拿走 他们怕飞机 别看飞机 他们怕横拍 随便找到一个工作人员 说把那个背景的声音 记得把它给小 班姐姐 羊害怕横拍 妈 走 走 儿儿终于走了 这赶羊 我现在感觉好辛苦啊 蜿蜒的河流 是草原牧民的主要水源 取水是生活中最平常 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前日的大雨是河水 变得浑浊 取用干净的水 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健康 一点都马虎不得 这边都是 装水的 在哪里啊 在那边 那边 要更快烧起 哎呀 哪个手抓在哪里 还不上 有机空吗 我可以 帮你们走一点点 现在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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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咱们得要帮我再休息一会儿 我太累 我来帮你吧 我太累了 没事 我帮你休息一会儿 我太沉 哦 好 快快你需要帮忙 不用 哦 那好吧 走 我需要一点点的帮忙 哦 哦 这个帮 哦 这个帮 这样子 来 走 可以了吗 可以 不用抬那么高 小心 我不要上中 哥哥 这个水要放到哪儿 放到里面 你看这个水 这个就脏一点知道吧 水下面有涂乱 这个要重新打 这个就好 那会会你把这个搬进去 我再去重打一下 这个就放到那个房子里面 放到这个房子 哎呀 哎呀 好了 赶到这就行了 现在 你们数一下羊 好好吃 他们赶完了在那个房子 因为他们那样跑 我们也不好数 苏莫云 你和佩景在中间数 我和小谷在左右 杨佩景 叫来一下 佩景我跟你说一下 咱们是按有角和没角的羊鼠呢 还是按 甚至有两种颜色 和甚至只有一种颜色的羊鼠呢 颜色不可能太多了 颜色还行 白色的一对 白色特别多 全白的一对 然后黑头一对 然后灰的一对 然后头是灰的一对 还有山底还有黄色 还有山 那个山羊就分全白的 属于猪板下改一下 改一下 行啊 你还是脑力还是挺 那个 走 说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哎呀 欢迎快了 我抱抱 两个人在侧面看着 一个人在后面赶 然后一个人在后 一个人在死 你脑子好死 你是说 我赶 你得后面往前赶 你跟我一起来 你得旁边和我一起死 你跟我一起死 四百多只的鼠 那时候 你们把计划商量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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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敢 你说不清 那种感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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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然后这个 不够吧 肯定不够了 哎呀 这个童怎么打不满呢 哎呀 这个童怎么打不满呢 哎呀 出来 就这样 我也打不满 哎呀 哎呀 我现在打都打不满 我现在打都打不进去了 你给我吧 我手长 好了 谁说是能打那么多的 好 给我吧 哪个东坟 我拿吧 我拿吧 呦妈呀 然后是不是我们打完这一桶 放在一个桶里 是不是我们还要去打 我不知道 可能应该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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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脚 对啊 正好冲中你鞋上的分 我鞋上没有分 谁说你钱都没有分的 那是泥巴 那是泥巴 那你继续冲泥巴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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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脏 好 重点倒一下 回来 不行 在这也太轻 停止山的路段停止 行小心山体滑坡 哇 我看这里还行 这里深一点点 灰灰你看这个水行吗 还有点 黄 这个水本来就黄 再找一个地方 哎 这是什么 小青蛙 这是刚春三天的小青蛙 小青蛙 刚说 你把他放回去了 那个还有一个 你就打这块水 这块水好 我刚才说就是这块水比较好 它的水有点污染 有像油在上面 那水不干净 那水干净 那水干净 其实很干净 你管看 这个水脏 都是那些白的 这不是油 要不然你打下这个 但是这儿又太浅了 一垮就垮上来涂 那儿最好了 你可以垮下这个 你试一下 我才不垮这个呢 你得尝试一下啊 你就得尝试一下 你尝试它 你就听我的意思可以吗 哎呀你就听我的意思吧 这个肯定好 真的相信我吧小文 这泡水特别好 真的相信我会会 哎呀 那咱们先把这个水拿过去问一下 然后不行再回来 来 行那咱们先拿过去问一下 嗯 你抬不动的时候我来抬啊 好嘞 回回去抬 走 我听说过你也是鼠羊 我妈也是鼠羊的 心里 她们抬的水真的能喝吗 看上去好像不太干净哦 其实水里只是混了点泥巴 只要把水放一会儿 泥巴沉下去 水就变得清澈了 所以河里的水并不脏对不对 没错 当地的牧民非常注意水源的保护 所以我们要是去那旅游 也要注意保护水源 比如不像河里乱扔垃圾 还比如不能在河边大小便咯 大家记住了吗 好了 接着看节目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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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是吗 之外 还有周�سم 你下面ardo 下面 типа 下面吧 好 这样去上去 我们这样来 120 他有修恩进来的 哥哥我想去骑马 想学吗 干完活的肖恩 缠着阿英格兄弟想学骑马 软磨硬泡了半天 哥哥终于同意了 脚都能这样 起码用脚尖才脱 脚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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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横一点就停下来 上 这个脚尖 拉这个 上 往那边 要用力了 用力了 加肚子 起肚子 往这边 往可以骑马吗 他骑马 好 从这边下吗 这样 他空了呢 别动马皮后 往这边 我好想骑这匹马 你们来骑马吧 回回你要骑吗 不想骑 不想骑 没事 拉这个 你脚尖子不用弄 我真的不想骑 那你跟我说为什么不想骑 可以吗 不想骑 他怕 你怕吗 对吗 那你就坐在上面 可以吗 特别好玩的 不要不要 你连尝试动都尝试 我真的不要骑马 我想骑马 就不骑 嗯 是吧 妈也不会咬你的 我就不要骑 我害怕 我怕 没事 还有不要骑我 你看男子还不能这样子 我给你踩个包 你会看我 男子还要勇敢一点 明白吗 现在学习 拉姜是狠狠的 拉脱轻的 对了 看着笑笑 威风的坐在马上 小灰灰有点动心了 在大家的鼓励下 小灰灰决定 先坐上去试试 好高啊这个 上 上 我上不去啊这个 我很疼 我已经85多了 上 来 哥哥你也帮一下 3 2 1 踩 踩 踩上了吗 踩上了 上去 快快快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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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了 哎呀我在干嘛 我想我太床了 我想842了 再睡一次再睡一次 你右脚踩我手上 右脚对 然后左脚往这踩啊 1 2 3 上上上 我有点上不去了 小灰灰好不容易决定尝试一下骑马 结果 结果 还上不到马队去 嘿嘿嘿嘿 也不知道 小灰灰到底骑马了没有 小朋友们想知道吗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的绿野巡踪哦 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再见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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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害怕不害怕 不行 我还好真的 别担心 他说他不生阿英格的气 还是好朋友 乐园 你们和阿英格哥哥一起去看天鹅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